小瓜层30度以上几天死 小瓜虫是水族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寄层虫 这种寄层虫洗冷怕热 所以说我们在预防小瓜层的过程中 一般以提高温度来达到一个杀灭 和预防小瓜层感染的一个目的 那小瓜层在30度的温度情况下 多少天会死亡呢 一般的话彻底灭绝至少要3到5天 大部分时候因为小瓜层在30度的时候 就停止繁殖了 那它的总体的寿命在3到5天之后 它才会慢慢叼亡 所以说它总体的死亡时间 可能在3到5天左右才会彻底的消亡 大部分的鱼类可能在温度升到30度以后 90%的个体身上的小瓜层都会出现一个消失殆尽 但是彻底的消亡可能需要3到5天的一个时间 总的来说 我们在预防小瓜层的同时 也要加强鱼类的营养 因为只有鱼类的营养状态更好 才能更有效的去抵御小瓜层的侵蚀 和其他病原菌的侵蚀 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帮助你 维持一个正常健康的鱼钢环境